俄罗斯人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打算购买俄罗斯的大白鹅飞鸡 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俄罗斯人的自嗨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俄罗斯媒体最近搞出来了一个 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爆料 说中国商飞打算购买俄罗斯自主研发的一款大型飞鸡 也就是绰号大白鹅的1296科技 并且表示这款飞机还能作为运输机使用 中国非常想买啊 而且他还说中国不仅想要购买 还希望能同步引进这款飞机的生产线和关键技术 并且把生产线安放在西安岩两 关注中国航空相关信息的人肯定知道这里 因为这里就是中国大飞机之乡西非公司的所在地 是运20和轰6的老家 反正这群白人一到这种场合 就喜欢拉出来点什么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权威消息人士 就和中国的专家一样都快成传统了 1296这个东西从某种角度上说也不算新闻 它的研发方式苏联 1988年正式首飞 除了客机和运输机之外 还有货机 空中指挥机和空中加油机等多个变种 不过要是说最有名的1296还得是普京专机 1296300PU型 目前俄罗斯有四架1296300PU 俄罗斯的正要前往外国访问的时候只乘坐这款飞机 包括普京 梅德韦杰夫 拉夫洛夫等 能被俄罗斯人当做总统转机使用 可以说 这玩意儿就是俄罗斯人的波音747了 相对来说 我国确实找不到一款可以与之相比的飞机 U20的最大起飞重量220吨 C919是窄体客机 起飞重量更不用说 不足百吨 而伊尔96的最新机型 其起飞重量高达265吨 远超当前中国的运输飞机 虽然说这款飞机确实可以弥补 我国在宽体客机和大型运输机上的空白 但是 你要是说中国会引进 购买甚至仿造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这件事情大概率是俄罗斯人自嗨搞出来的 首先 俄罗斯的大飞机虽然确实好 但我国自己的大飞机项目 也不是完全没有进展 也就是传说中的C929客机项目 虽然说俄罗斯人从该项目中退出了 但目前已经进展到了原型机建造阶段 估计2030年的时候就能小皮量交付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就完全没有必要 用几年的时间去引进一款 定位类似 但是设计水平还停留在老苏联时代的1296 哪怕是最新型号也一样 最大的可能就是买一两架 做一下技术对比和参考 其次就是那个内部人是说 中国想要引进这款飞机的生产线 但是直到目前俄罗斯都没有建成过一条快速生产线 直到现在还处于一个低速生产阶段 一年只能生产两架 有的时候一架都交付不了 所以中国怎么可能去俄罗斯 引进一个就连俄罗斯自己都没有的东西了 目前中国很有可能把C929 打造成中国自己的空军一号和空中指挥平台 甚至是未来的大型预警型平台 这么重要的项目 中国自然不可能加手于人 所以我才推测 这件事情大概率又是俄罗斯人自己的自嗨而已 不过这件事情我已经习惯了 毕竟俄罗斯人都自嗨过好几次了 每次都自嗨的有鼻子有眼的 别说是大白鹅了 他们还传过中国打算购买俄罗斯的百天鹅 填补超音速轰炸机的空白 不过最后事实证明 我国没打算玩超音速 咱直接一步到位 搞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别说是中国购买俄罗斯产品 他们还经常自嗨俄罗斯购买中国产品 就在最近 俄罗斯媒体自嗨 要从中国购买空警500预警机 这是当前全球最先进的预警机之一 可以有效遏制美国的F35战斗机 但最后证明 俄罗斯人目前并没有购买的打算 再往前 俄罗斯媒体还自嗨过 他们要打算购买中国的052 并且还打算把辽宁号请回去 然后重振俄罗斯红海军舰队 当时传的还有鼻子有眼的 说什么 少依谷看052的模型眼都直了 说俄罗斯就需要这样的海军 甚至还有不少人传 俄罗斯打算把已经被烧坏的 库子涅佐夫号航母给中国秀利 俄罗斯人现在自嗨的这么开心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现在认清现实了 当前的俄罗斯已经完全没有可能 加入欧洲的政治体系之中 所以民众总是希望中俄能发生点 可以有效增进彼此关系的事情 对此我只能表示 想法很美好 但是中俄两国都是走的独立战略 所以应该不会把核心产业上 依赖另一方